2-0领先,被对手不实追平,点球大战第一国门五次铺点全部吃力,穷心勃勃的上海上岗,就这样眼睛睛看着优移做冠军奖的插上了翅膀,新赛季上且还有三分之二。 他们已经重挡恒大覆辙,接连从亚卦和足铁杯两大杯赛败退,如今唯一剩下的就是中朝联赛,但在全雄争霸的如今,联赛冠军又谈何容易,因为台风原因,上岗推迟了与恒大上周六的联赛,这使得他们可以用充足的体能来面对疲惫知识北京中和国安。 后者在中日与全剑的比赛中耗尽了体力,此番再度挣扎课场,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极度疲惫。 这在比赛的上半场表现得非常明显,上岗轻轻松松,就拿到了两球的领先优势,而国安球员只能疲于奔命。 沉重的双脚很难控制助皮球,虽然控球率依然保持五五拍,但在进攻的效率上,上岗要强太多,2比0的比分也是顺理成章。 但在下半场,两队仿佛换了球衣,上岗并没有趁势一股坐气杀死比赛。 球员在场上反而开始步履沉重,而国安在捞过了体能的瓶颈期之后,渐渐开始展开反击。 最终在三平股时阶段,凭借比埃拉的任意球破门,将总比分搬成三比三平。 国安终于抓住了命运的稻草。 在常规时间的最后几分钟和加湿赛中,上岗球员频频倒地,看上去,他们并不是卧槽拖延时间,而是体力真的跟不上。 这就很让人莫名其妙,因为体能差的,应该是国安球员才对。 但场上反而是绿色队服的球员跑得更坏,就像贝克罗地亚队附体一样,而他们最终也复制了世界杯亚军的奇迹。 在点球大战中但无需发,将上岗踢出足鞋杯子强。 再后,在点球大战中第四个出场并拔进的维世豪,绕着制作他效力了一个赛季的球场进行卸场。 不料却遭到上岗球迷破口大骂滚过去,这让雷世豪脸色有点难看,但他并没有缓嘴,而上岗球迷这种不太友好的行为, 看上去针对的是亲手将他们淘汰的为是好,其实还不如说是指方满怀,冲着上岗去了不去的。 只不过,这些球迷是没好意思,直接对着自己的球队太慢而已。 上赛季,穷心勃勃的上岗引进了奥斯卡、艾哈迈多夫等强员,准备对冠军发起夺线冲击,但最终只落得四大接空草弹收场。 本赛季,他们保留了四大万元,是中超整体实力最强的球队,前六轮比赛也是获得全胜,各挑战线顺风顺水。 在后面的比赛,上岗突然掉进了关圈,连赛不胜,亚冠惨遭淘汰,中超在幸运的保持了榜首之后,在第十二轮遭遇弩能变平之后,终于跌落反尘,如今只排在第三位,两大备赛出局,上岗如今只剩下连赛和征冠。 但这并不容易,恒大补充了两大万人之后,已经重回胜利轨道,他们与上岗一样只剩下单一战线,但丰富的夺冠经验,远非上岗可比,而北京中和国安,山东路能赛球队也如狼四虎,对冠军充满渴望。 即便是对上他们,上岗也没有多少优势可言,自己球队如此前进惨淡,也难怪上岗球迷会将一肚子的火,发现了去年还在享受他们掌声的为是好身上。